不买啊 怎么怎么样 以后我都给你买了 不用 我感觉 你只要收获的是 我叫他们别人去收 然后多来的钱我都赚 都给你 对 我觉得也是 你什么也不用管 是不是吗 啊 阿美 华菲哥他真不回来了 他会回来的 他真的不回来 他他他已经不回来了这样 然后再花小时候 啊 我的一架呢 你的一架是吧 一架去哪里去 去 拿给我 啊 拿给我 行 你们两个这 没有 我帮你收拾他 那王菲哥应该不 家伙们你们觉得王菲哥 会不会真的不回来了 真的不回来了 真的不回来了 阿美 你不要吸腿幻想好不好 今天他走的时候你看多着急 他那边的生意真的很着急很着急 他那些订单啊那些 阿美你真的是太自欺欺人了 懂不懂 我就是为了你好好不好 你不会再骗我吧 怎么叫不会骗你 家伙们你们觉得王菲 王菲哥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我没骗你 还有就是 王菲哥女 朋友这些也 他说没有的吗 王菲哥说没有啊 有啊 真有女朋友 你就在这里好好的 等妈等你妈妈回来过后 好好的订婚 然后好好的结婚 我给你包个大红包 以后你那些三货什么的我都帮你都帮你收了 对 有那么好的事你都不答应 我真的服了 你阿美 有那么好的事你都不答应 我都服了你人家个头 真的是 我不知道人家头里面 你以为我是你啊 我相信王菲哥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是吧 你肯定要 成长环境要一样吗 对吧 你说你 跟你那个相亲对象的话 结婚还可以 但是你跟王菲哥的话 条件各方面的对吧 你 你自己心里面应该也有数 对不对 真的耽误王菲哥很多了 你你这里 王菲有远就不过去你 那没没说 真的 你真的耽误王菲哥很多 他现在 所有他现在本来那些事情都是 如果早点回去了 很好解决的 现在就是因为他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现在很麻烦的 等一下 多谢为你 你意思是因为我 王菲哥才会 才会 王菲哥才会 就是意思是我拖他 王菲哥的后腿了是不是 肯定啊 肯定是你拖王菲哥后腿了呀 站门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这样子 他最近肯定你打电话 发现什么都不会的 啊现在心烦的很 因为那些事情 工作的事情让他心烦的很 要相信王菲 家人们是不是我真的给王菲哥拖后腿了 真的 你 你 王菲哥 其实 真的确实把你当朋友 但是呢 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对王菲哥好呢 你这样子一天耽误他 不是我只希望他越来越好啊 对啊 但是你现在就在耽误他的时间 让他不能好好的工作 是吧 是吧 你听我的 这样才是对王菲哥最好的 家人们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拖王菲哥后腿了 他们都不知道 主要是他们不知道公司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话本来王菲哥早 你看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说要回去了 本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那边 那边公司已经很忙了 现在又一拖又一拖再拖 因为你推婚的事情 又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现在事情越越麻烦 越越难解决了 你那么傻呢 你相信爱奇 他们都 他们都说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公司的事情啊 家人们就 你好好想一想啊 没对好好想一想 王菲和你们 王菲把你当成好朋友 但那你为你考虑 他自己在怎么忙 在怎么累 在怎么辛苦 在怎么赔钱怎么样的 他都在那陪 但是你作为他的朋友 你肯定也想为他考虑啊 对不对 我在为王菲哥考虑啊 对对 那你就听我的就是对王菲哥最好的 对听我们的就是对王菲哥最好的 听你们什么 听我的 不是听我们的 你说话不可靠 你闭嘴 对 你也不信 不信我 也要信我家宝 对不对 是不是 我家宝 我家宝 的话你都不信了吗 但是好像家宝 好像小小说的也对 那个王菲肯 肯定对啊 那个王菲跟你 本来就不是一个同事 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你是什么 我说那个王菲 那个王菲跟你 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那你你你跟他的话 迟早是没有好果子 没有结果的 懂不懂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 一位一过那个 呃 一位那个 你你没有你你这个相报了 你 在那个看过那个家电视剧没有 真的 叫你不要说什么相报了 相报了相报了 你还不是个你才是个相报了 我我是我们这个这个中文 唯一不是相报了的人 对吧 说你说你自己是相报了 说 想你说阿梅的 相报老是阿梅 过来 说相报老是你自己 说相报老是你自己 说相报老是你自己快点 我是啊 老八香 我是老八香 那你意思是 家门他 他说的好像也对啊 王菲哥我确实 我确实有点就是 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王菲要相信王菲是吗 相信王菲哥是吗 家门 是不是相信王菲哥 爱菲 好 哦 爱菲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问他们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要 小小他们都说不要相信你 但是你觉得呢 就算你不相信我 但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 今天王菲哥急匆匆的样子 你自己想一下 如果不是公司说了很多事情的话 他会急成这样子吗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不和你多告别一会 会这样吗 肯定不会啊 你就算不相信我 那这是不是事实吗 今天有可能就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打电话给他什么 有可能就是 什么他的女朋友 觉得有可能他说什么回去 就是有可能他女朋友太想他了 然后打电话给他什么的 就回去了 有可能就是 他说他没有女朋友 他有女朋友 你只是你一直在 没在鼓你的 鼓你的 懂不懂 他那个就是一个大战 你不懂 什么大战 我之前就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别说话 小小 你 要不你们两个先回去了 我 我 但是我在这 我在这 明天跟你一起去啊 去哪里啊 去接你妈妈呀 我有车 明天 明天啊 我跟你们一起去接 妈妈 哦 明天我一起去接你妈妈 相信王菲是吗 家人们 但是小小说的好像也对 这不是相不相信王菲哥的问题 是你 是你现在已经影响王菲哥的工作了 我影响王菲哥了 对 你影响他的工作 影响他的前程了 然后现在那边很多像我爸爸他们对王菲哥的已经很不满了 你也不想他 让公司那些 大家都 因为工作他不认真工作的问题 就在这跟你耗着的问题 然后 对吧 对 我说的有道理 你就安安心心的 对 安安心心的 妈妈回来安安心心的 就订婚 结婚 结婚 生孩子 生猴子 就是对王菲哥最好的 对 阿美祝你早日生 七个孩子 关你什么事走开 我是祝福阿美的嘛 对吧 祝福阿美 阿美早日生七个孩子 阿美你怎么了 我都喜欢吃七九 你怎么了 我也很想想 没事 呃 然后 我 我也好久没有吃牛肉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说的对 我不知道怎么说 算了 你看嘛 王菲哥是不会回来的 他会回来 他会回来 这儿嘛 王菲哥会回来的 对不对 没事 我 我有那么多 因为他今天刚走 你可能还不能接受 但是你等他 等过几天 怎么怎么样 好吧 你可以等他 但是他绝对不会回来的 对 公司那边的事情 他走不开的 对 就是公司那边走不开的哦 那 那 这个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 我自己我自己想就行了 你们两个可以回去了 我们是把你的当中 我们的好 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 我没有你这个朋友 我跟你讲 那 你是我的保护 你今天我说上货 你在那里倒什么乱 你们啊 什么叫倒什么乱了 家里面 你今天有没有看到 我收贝母 他来抢的 然后他还不珍惜 把那些全部撒掉了 那是不是 本来人家那家人就比较穷 是不是 对啊 那就别了别了 别人就有点穷 然后我们 我们也是觉得 结皮 付皮一下嘛 对对 想让他们 多挣一点吗 那咱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像我们有钱人的话 阿妹 明天我们一起接 接你妈妈 你妈妈回过后 我们以后绝对不影响 你收商货的 对 你好好去收 像我们有钱人 有钱人的话 就必须要 付皮一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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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钱 你有什么钱 主播 你马上掏 掏 掏钱 来我看一下 你有什么钱 那个钱 来 主播 钱 所有家人们 你们觉得 全部有钱的 扣个1 我看一下 没有钱的 扣个2 你能掏出多少钱 我那一车都已经是六七十万了 来 你不是 我就 我不看你那些车手机 我只看 你主播掏出来 能掏出多少钱 是不是 家人们 来 你掏出掏出钱 我那个 我看你能掏出多少钱 我怕我 我要钱 偷就了 吓死你 我我看一下 能不能看一下 能不能看一下 我怕等一会 等一会 你去偷我的钱 我说了 我看一下 行不行 有没有吗 主播 今天 你那个是不是 你所有的钱 你今天 那个是不是 你所有的钱 你还给了一块钱 小贝 不用他们接你妈妈 你看直播间所有家人们都说 你还有多少钱 看一下啊 主播他骂我香巴了 他说他很有钱 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有多少 嗯 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他们不砍了 啊我这手机 哎 你这个手机你砍一点吧 好不好 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网络太卡了 咱们把站站点